注意看,白人女士正用铅笔给卫生纸做记号 如果黑人女仆用了室内的厕所 那绝对逃不过她的发言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密西西比 种族歧视严重 白人表面上装出有教养的样子 让黑人女仆为他们工作 背地里悬扬隔离及平等的荒谬言论 从不让有色人种适用他们的卫生间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艾比 她从十四岁开始就成为了一名女仆 一生养大了十七名白人孩子 现在在白小姐家当佣人 艾比用尽全部的爱来呵护白人小女孩 白小姐对艾比还算可以 虽然刻薄了一点 但她没什么脑子 生活上离不开艾比 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家 却要照顾白人的孩子 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四年前艾比的亲生儿子以外去世了 这让她痛不欲生 在那之后 艾比的心里埋下了痛苦的种子 是好友胖姐帮她挺过那段难熬的日子 胖姐是艾比认识的最智慧 最坚强的女人 她伺候的女主人 是镇上白人主妇的头头 金女士 金女士把白人至上四个字 几乎刻在了脑门上 处处刻刻胖姐 但好在没人能拒绝胖姐的厨艺 这些年来 胖姐兢兢业业 也在金女士家里坐下来了 可是某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金女士逼她去室外 用黑人专用卫生间 之前金女士就干过 给卫生纸标号的缺德事 外面狂风暴雨 连金女士的亲妈都说 可以让胖姐在宾客卫生间解决 金女士非是不让 胖姐本想偷偷解决一下 被金女士发现之后 她直接被赶出了房子 不但如此 金女士和全镇的主妇打了招呼 说胖姐偷东西 绝对不能雇佣她 眼看着没了工作 丈夫回到家里 对胖姐大大出手 爱比无能为力 不知道如何帮助胖姐 都是黑人 他们哪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呢 此时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女编辑是金女士的发小 她受过高等教育 认为人人平等 女性也可以不结婚 不生孩子 因此成了小镇妇女中的异类 最近 她负责的板块 需要掌握一些 家政清洁方面的小窍门 女编辑找到爱比帮忙 和爱比接触的过程中 女编辑对她提出了一个不像话的请求 她想采访爱比 写一写黑人女仆的故事 爱比一听 吓得浑身发抖 如果被别人知道 他们背地里嚼白人的蛇根子 那可能会被火火火烧死 即使女编辑说自己会小心 但哪有这么简单 她不是黑人 永远不知道黑人活在怎样的恐惧之中 给她勇气的人 是胖姐和上帝 上帝说 勇气是改变一切最宝贵的东西 而胖姐的复仇 就是让爱比收获勇气的钥匙 那天 黑人女仆拿着一盘刚出炉的新鲜巧克力牌 找到金女士要和她道歉 金女士吃了整整两块 胖姐找回了尊严 爱比觉得如果是匿名 说出他们的故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爱比找到女编辑 她先举了一个例子 白小姐的宝宝晚上睡觉时依然要带尿布 可在爱比早上到达白小姐的家之前 足足十个小时 宝宝要和自己的便便一起睡 白小姐不配拥有孩子 爱比讲述的时候 胖姐找了过来 她现在没了工作 没了好名声 有一肚子委屈要表达 胖姐不知道 在她被辞退之后 金女士更加得寸进尺了 黑人女仆终于鼓起勇气问出哪个问题 女士 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今年 她的双胞胎儿子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但差75美金学费 如果凑不起 她只能让一个孩子放弃大学 女仆转进衣角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金女士用看蟑螂一样的眼神盯着她 不但没有借钱 还狠狠地挖苦了她 黑人 妄想和白人上同一所大学 根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做梦了 之后的某一天 黑人女仆在家里打扫卫生 她搬开沙发的一瞬间 竟然发现了一枚宝石戒指 现在家里只有她自己 只要卖了这枚戒指 孩子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黑人女仆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偷偷地把戒指藏到围裙里 却不知 这个戒指是主人故意留下的 她从公交车上走下来 被警察一把抓住 女仆被警察一棍打晕 陷害她的金女士坐在车里 和儿子一起看着这一幕 满意得不得了 金女士的行为 让所有愤怒的女仆联合起来 她们决定向女编辑 讲出自己的故事 不能否认的是 有的白人对黑人女仆很好 她们平等相处 尊重彼此 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绝大多数黑人女仆 都是被苛刻对待的 更痛苦的是 她们被主人当作财产 大家都是一样的公民 凭什么你觉得 你拥有我呢 那天晚上 艾比说出了 藏在心底的秘密 白人杀死了艾比的儿子 她在工厂里受伤 白人工头把她扔在货车上 像丢垃圾一样 放在黑人医院 按了两下喇叭就走了 女编辑此时才意识到 自己写的这本书 绝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 晚上说故事 白天 女仆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金女士满脸笑意 问艾比 你的专属卫生间用得怎么样 是不是更舒服呀 黑人的卫生间 就应该和我们的分开 这样对大家都好 她尾上的嘴脸 在女编辑看来 跟猴子一样可笑 为了惩罚她 女编辑在金女士的倡议书上 做了一点小手脚 刊登在报纸上 第二天 金女士的院子里 出现了几十个旧马桶 她原本写的是 请把您不要的旧衣服捐给我 女编辑改成了 请把您不要的旧马桶捐给我 一大早 金女士的院子里 有一股浓浓的水味 这可太大快人心了 在女编辑的介绍下 胖姐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远郊有一位来自乡下的女士 她嫁给富商 却因为出身卑微 不被城里女人接受 也没有女仆 愿意去远郊工作 胖姐倒是爽快地 接下了这份工作 她有六个孩子要养 还挑什么呢 和那些高高在上的白人不一样 大田是个爽快的人 她热情地和胖姐拥抱 带她参观屋子 有一个小条件 她不想让丈夫知道 自己雇佣了女仆 所以胖姐只能在 丈夫上班的时候工作 胖姐刚开始害怕 如果被男主人 发现屋子里有一个黑人 她可能被当场击毙 但大田给的工资 实在不少 胖姐也就冒了一把险 某天胖姐去叫大田吃饭 发现她不对劲 支持不开门 胖姐实在担心 一下闯了进去 发现满地的鲜血 大田流产了 而且这是她失去的第三个孩子 胖姐安置好大田 轻声安慰她 孩子可以再怀 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几天后 一件更大的惨事发生了 肯尼迪总统被射杀 这世界疯了 爱比很害怕 如果有人读了书 知道这些故事是谁写的 天知道 这些黑人女仆们 会怎样凄惨地死去 因此 胖姐决定为女仆们 设置一份保险 黑人女仆只用三个字 就让白人女士顿时杀了眼 还记得那块巧克力派吗 金女士想用巧克力派的时候 她妈妈也想尝一块 但是胖姐说 这是为金女士独家特制的 吃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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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我的 吃你的 你会想尽 你会想尽 因为你刚才 你刚才 庞杰让女编辑把这写到书里 因为金女士绝对不会承认 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虽然冒险 这是唯一的办法 几天后 金女士举办的慈善晚宴上 大田盛装出席 所有男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 女人们嫉妒的发疯 哦 上天 谁见过这样完美的屁股呢 晚宴时 大田多喝了几杯 冲到金女士面前 我 没有抢你的男朋友 紧接着一把抓破了金女士的礼服 让她出丑之后 大田也不好过 她被所有女人鼓励了 大田想回到故乡 但胖姐劝她不要 如果你走了 那金女士真的赢了整场游戏 别急 我告诉你一个金女士致命的秘密 后来 女编辑的书出版了 出版社给了她600美金稿费 女编辑把钱分担给每一个人 每人有46美金 胖姐兴奋极了 没想到 这本书在妇女群体中掀起热潮 首先是金女士的妈妈读到了这本书 她被金女士扔在疗养院里 迫不及待 想惩罚自己那个刻薄恶毒的好女儿 立马把书推荐给她 当金女士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立马感到五雷哄顶 她对所有人说 那本书里写的城市绝对不是这里 金女士气得发了疯 喝着威士忌 冲到女编辑家里 兴师问罪 并且放出狠话 绝不会饶过所有黑人女仆的 就在这时她咄咄逼人的样子 被女编辑的妈妈撞见了 胖姐那天采钩的途中 碰到大田的老公 她吓得立马跑开 捡起树枝保护自己 生怕对方开枪杀了自己 但男主人说 从她来的那一天起 大田的状态好多了 是你救了她 男主人丝毫不介意 家里有一位黑人女仆 她对大田的爱 也绝不会因为没有孩子 就减弱半分 大田给胖姐做了一大桌子美食 教会的人为了感谢 爱比和胖姐 感谢他们捍卫了黑人的尊严 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并在书页上 签上所有人的名字 爱比将书带给女编辑 得知她即将去纽约工作了 即使在这儿的生活 可能会因为书籍的出版 变得更加艰难 但是胖姐和爱比相信 他们会战胜的 果然 季女士没有放过爱比 她比白小姐此对爱比 这个恶毒的女人 最终还是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一切 临走前 小女孩对爱比一一不舍 她不停地哭泣 想让爱比回来 但爱比不会回头了 这之后 爱比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 女仆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